坚定道路选择共谋民族复兴 大家好 我是中国台湾网评论员曹帅斌 我现在正在2023年两岸关系研讨会的成都现场 今年一来 国际局势波轨云厥 两岸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两岸关系面临道路和方向的选择 两岸关系何去何从 时刻牵动着两岸同胞的心 2023年两岸关系研讨会的召开 就是要为两岸同胞交流思想凝聚共识 同时坚定道路选择提供平台 传递时代呼声 表达同胞心声 让和平稳定与融合发展 继续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干道和主旋律 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民族复兴也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中 因民族弱乱而产生的台湾问题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这是我们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然而世界上往往没有直路 通往成功的大道总是曲折一拧 即便在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事面前 也会出现一些逆流和干扰 自民进党上台以来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据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久而共识 持续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 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干涉势力的河流 只会把两岸关系推向险境 推向战争与冲突 给台湾同胞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伤害 破坏区域乃至世界和平 这注定是一条不得人心 失道寡注 同时也必将失败的绝路和死路 两岸的完全统一 不可阻挡 不可抗拒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大潮浩荡 必将达成 把握历史大势 深化融合发展 顺应两岸同胞过好日子的共同心愿 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正路和探图 中国台湾网将持续关注 2023两岸关系研讨会 为您带来最新资讯和动态 欢迎大家留言互动